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149回 兴斥完了 公孙挥挥手 事意麻烦地继续修炼 大家好 很卖力啊 坐墨充满了感慨的说道 公孙点了点头 等到卖命的地步 就差不多了 正准备离开的麻烦 听到这句话 脚签一软 险些摔了一脚啊 坐墨嗡嗡地应了两句 有些心虚地问 要帮忙吗 他这个甩手掌柜的 做得彻底啊 连他呢 也有一些心虚 看看公孙啊 简直是忙着脚不沾地儿 他心中还是有一点 小小的羞愧之心的 公孙歪着头 想了想问 你能不能炼制一种法宝啊 你要什么法宝 说起法宝 左墨只觉胆气顿时撞了 营地里面这些眼花缭乱的东西 干独立哪件 他能看懂 可凑在一起 他就看不懂了 可若说是法宝的话 这个他拿手 左墨浑然望去 他炼制法宝啊 也是野鹿子出身 总共没受心言诗书呢 指点几次 刚刚生出几分羞愧心理的左墨 顿时发现能够发挥价值弥补过失的地方 立即呢 来了精神 好 就像那根项链差不多的法宝 公孙拿下了他脖子上的那根童心项链 左墨抓了抓头 他明白公孙的意思 传达指令 不要和他说过这个问题 妖精直接用神石传达命令 而魔君呢 则是利用魔纹来传递命令 而修者呢 用的呢 就是符 童心项链能够让使用者与六名同伴呢 是心神相连 也就是可以指挥六个人 很显然的 六个人没有办法满足公孙的要求 左墨呢 也深以为然 面对金丹修者估计得上百名修者才行啊 到时候该怎么指挥呢 战场瞬息万变 若不能及时的做出反应 那是死路一条啊 左墨没有想到 来营地 不仅没有解决阴煞的问题呢 还多出了一个问题 不过他也明白此事的重要性啊 这种事 那是当搁不得的 当下便把询问阴煞之地的事情呢 交给了公孙 自己呢 拿着童心项链是急匆匆的往回感 不过临走之前 他被剥削下了一批精石和灵骨 他现在不得不庆幸啊 当初无空建门 把他派到荒木礁的时候 这师父给他争取的大量的物资 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像这样的高强度的训练 消耗精石和灵骨的树木 那是相当惊人的 昨末相当怀疑啊 倘若真是一百多名修者 自己撑得住吗 不过此时呢 却不是像这些的时候 公孙丢过来的问题 那是眼下最迫切的问题 大规模的群殴 修者用符来传递指令 若说练气呢 左末还敢尝试几下 可若是制服啊 他当场便歇菜了 不过左末呢 也不是拘泥之人 这世上啊 总有变通的手段 更何况 他手上还有一件样品 这根同心项链和发挥的作用 和符呢 没有什么区别 但它是件法宝 左末便琢磨着 如何仿制同心项链 同心项链虽然说 能够指挥的人数比较少 达不到公孙的要求啊 但是 他却找到了折中的办法 七人一小队 队长指挥 队长呢 带两根项链 一根呢 是指挥队员 一根呢 是受上面指挥 这样 岂不是 可以串联起来了吗 我当然了 这个想法 究竟能不能行 还要看实物出来之后 实践才能得知啊 同心项链是四品上街法宝啊 从理论上来说 远远的超过了左末的能力范畴 不过想想刚才胸扑拍的老响 而且除了他呀 也没有别人能够解决 能够被评为四品上街 这根童心项链体现出来的炼气的水平 那是相当的高超的 小小的项链中包含了起码一百多个伏阵啊 这些伏阵呢 有些是单独存在 而有些呢 则是相互关联的 这是左末研究的重中之重 只有吃透了这些伏阵 才有可能明白 童心项链是如何做到心神相连的 明白原理才有可能仿制 这是个不小的工程啊 不过呢 关系到身家性命 左末呢 绝对是不会有半点懈怠退缩 莫说是研究啊 便是让他吃了这根项链 他都会干 阴了 又输了 公孙看着千疮百孔的战局 和残余的嬉戏落落的兵力 不由的露出了苦笑 他不记得输了多少次 对于那位神秘的对手 水平高超 神秘人的情况呢 他一无所知 他甚至在平时啊 也没有发现 半点这位神秘人的痕迹 但是他知道 这样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神秘人 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因为对方呢 会和他对异战齐 尽管对方呢 会借着左师兄的幌子 但是 两者的水平呢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呀 公孙能够轻易的分辨出 公孙很聪明的 没有多问 哪位前辈神魂未灭 寄居在左师兄体内 也不是太难接受的事 再想想左师兄这两年的义军突起 也为他心中的猜测呢 平添了几分佐证 只是 这输掉的感觉呢 真是糟糕透顶啊 他有些不甘心 尽管说 他知道这是最合理 最正常的结局 每次失败啊 他都能学到许多的东西 但他呢 还是不甘心 他讨厌失败 也许用憎恨来形容 更加贴切一些吧 这份不甘心 在他心中一闪而过 玄疾呢 被他深深的埋在心底 自怨自爱 没有任何用处 恋战起义 虽然和真实战争 有着截然的区别 但这也是目前 他唯一能够学习 和如何指挥战斗的地方 可没有容他是 挑三拣四的余地啊 而且呢 那位神秘的人前辈 贤侍卫 一战棋的高手 出神入化的战术 以及令人发指的攻击力 每每激战正憨的时候 他总恍然心生错觉啊 对面呢 是一位手持重锤 性烈如火的大汉 对方最擅长的 便是局部角力 简直无以伦比啊 经常可以看到 对方一种蛮不讲理的 傲人的姿态 大杀四方 原本相持的局面 一旦发生接触 双方开始拼杀 便宣示着公孙的溃败开始 他的地盘呢 就像酥脆的饼干 先是局部的咔嚓咔嚓的崩碎 口子呢 越拉越大 最终演变成整个战线的 全线崩溃 暴力 蒙横 横冲直撞 很多时候 公孙都心中纳闷啊 在他看来 这位神秘人 比自己的指挥实力 要高得多 是更适合的人选 做师兄 放着厉害的不用 却把这么重要 棘手的事情 交给自己这个新手 他琢磨了一会儿 就把这个问题啊 丢带了脑后 好不容易找到件 让他感兴趣的事情 又有如此充满挑战性的战斗 在等着他 想想啊 都让他感到兴奋 由衷的兴奋啊 多好玩 多有趣的事啊 收拾心情啊 公孙便一头扎入到了营地之中 左墨炼制的翼战旗啊 其中的作战单位呢 不是腰 便是魔 修者的最少 除了几种极经典的修者搭配 便再也没有可容他思考的地方 相比之下 妖魔兵种的搭配 明目凡多 详细至极啊 有的时候呢 他都忍不住 怀疑左师兄体内的那位前辈 莫不是一位老妖魔吗 这个猜测 并非不着调 别人呢 或许看不清清假味的真面目 但是 亲身只会如此之久 公孙又岂会不知道呢 这三名金甲卫 是腰卫中的白林氏 白林氏是翼战旗中常见的低阶兵中 他用过不知道多少回了 他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三名金甲卫的实力 翼战旗给了他相当多的启发和帮助 只是让他感到不解的是啊 三名金甲卫的实力 那明显远远的超出了普通的白林氏 神秘人 究竟是不是妖魔 公孙呢 完全不在意 他需要头疼的问题太多 无论是修者 还是妖魔 兵种的搭配 都大有讲究啊 比如说 修者经典的 剑斧组合 剑蝉组合 妖魔组合的变化 更加的丰富多彩啊 但公孙手下 二十八名宁脉修者 有二十六名是剑修 剩下两名 一名是刀修 一名禅修 清一色的战斗修者 没有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的修者 从面上来看 这样的战斗力很强 其实呢 对于团队战来说 这样的力量构成 那是极其糟糕的呀 他们作用雷同 意味着队伍缺少变化 剑修呢 是攻击力最强大的修者 但也不是没有弱点的 和其他修者相比啊 剑修大多 缺乏持久战斗的能力 而且剑修 重弓轻手 他们另一个弱点呢 便是防护力太弱 大规模战斗和单挑 是截然不同的 剑修呢 是单挑之王 他们强大 犀利的攻击 极快无比的速度 让他们在单挑中 是占尽了优势 能够始终压迫的 对方呢 喘不过气来 单挑中 剑修 只需要考虑 如何能在对方 威胁到自己的弱点前呢 就把对方干掉 但是 群战中 尤其是 大规模的群战中 这剑修呢 往往需要 其他修者在一旁 给予保护 才能够发挥出 他们强大的攻击力呀 如果一支队伍只有剑修 那对方呢 只需要抵挡住第一波攻击 随之而来的呀 肯定是剑修的大规模的伤亡 好吧 其实呢 也不需要太多的变化 公孙 只好这般告诉自己 反正突破了小山界 大家就分道扬镳了 左师兄呢 已经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他这一点 原因很简单呢 这么一大批人呢 养不起 这一点 左墨没有说假话 不当家呢 是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 这才四十人 左墨已经感觉到压力 尤其在灵气西伯的小山界 能够补充灵气的 就是灵骨和金石了 偏偏训练程度呢 还不能降低 他们在和妖军呢 抢时间 晚一天离开小山界 这危险便多一分呢 金石由于存在副作用 不能过度使用 消耗的速度呢 不如灵骨 左墨很快就觉得吃不消了呀 这样下去不行 左墨断人说道 我手上的灵骨 只能撑半个月了 半个月 公孙看下了左墨 那怎么办呢 一战一战吧 左墨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只好这样了 公孙有些无奈 这四十号人 离他心中的预期 那还差得牢远了呢 不过师兄说的问题呢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 他神经想到之前提到过的项链 哎 那法宝练出来了没有啊 搞懂了 左墨摊了摊手 但是材料不够啊 这一下子呢 公孙完全觉了童心项链的想法 当下只有拉着四十二人马出发了 左墨呢 其实很想跟着去 但想一想 一心扑在寿池上的纯鱼城 他还是呀 决定留守 三名金甲卫也被他留了下来 当然了 他正正有词的说 既然是实战 那就实打实的战斗吧 为了确保安全呢 左墨还在山谷周围布设扶阵 主要以换阵为主 如今他布阵的手法呢 比以前可是长进了许多呀 小换阵和小沙阵连锁相扣啊 威力呢 不算强大 但是迷惑扰乱敌人呢 是绰绰有余了 萤火珠 扶兵和金甲卫 再加上换阵陷阱 安全呢 还是相当有保障的 公孙呢 带着四十名手下 小心翼翼的前进 论起繁华程度 小山界远远的 不能和天越界相比啊 自然呢 高手也不如天越界多 但是 若论起残酷的程度 天越界呢 却远远的没有办法和现在的小山界相比 二十八名名脉修者 放在天越界 那也是一股不小的实力啊 可在如今的小山界 却不算什么 原因很简单 实力差的修者已经死了 能活到现在的都是一些有实力脑子不半的家伙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 筑基巅峰的不过刚刚够生存线 宁脉一重天只能算得上是普通水平 宁脉二重天已经能够成为一个小团队的顶尖的力量 而宁脉三重天的则能够名列高手之列 至于金丹就只有一位了 像金甲卫 虽然说修为只在宁脉一重天和二重天之间 但是啊 实力呢 却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宁脉二重天修者 苍龙谷 金乌火和幽冥坛 共同练就的腰位 又岂是普通货色能比的呀 每三名剑修 组成了一个战斗单位 三个战斗单位呢 一个在前 另外两个在侧翼前方 成品自行 他们是前少 公孙选的都是飞行最快的建修 其他十个作战单位 相互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麻烦一个人呢 孤零零的在这些作战单位之间的空隙中 三人一个作战单位 也是公孙的无奈之举啊 三台阵是最简单的阵法 但就是这个最简单的阵法 这些人到现在呢 还没有修炼源泉啊 大规模的战争 逼拼的是战略眼光 但是区区四十人 若放在大会战的战场上 那连一个最基本的作战单位都损不上 指挥这样的小规模队伍 最重要的呢 便是阵法和默契 阵法是修者独有的东西 从最简单的三台阵 到需要数以万计修者 共同布下超级大阵 无不能够呢 大大的提高战斗力 以三财阵为例吧 阵中三人气机牵动之下 互为呼应 能大大的提高彼此的联系 是一种呢 相当实用的扶阵 而一些更高级的扶阵 还会有特有的大阵杀招 一旦发动呢 天地变色 威力强大无比 不过想截阵 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阵内诸人呢 要必须牢记彼此的方位变化 最简单的三财阵 这批修者都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其难度呢 可想而知啊 况且呀 虽然说阵法可以提高战力 但也不是万能的呀 战斗中情况瞬息万变 最是考验指挥者洞察力 和灵机应变 以及队友啊 彼此的默契 公孙呢 位于队伍最中间 几个厉害的高手都在他身边 麻烦呢 也在不远处游异 瞥了眼麻烦 公孙不要颇为满意 所有人之中啊 麻烦是他最看重的 除了其战力强大之外啊 他超过了其他人的领悟力 总能够很快的领悟公孙的意思 所以呢 公孙毫不犹豫的 把他定为了核心 并且专门呢 为他制定了战术 正在这个时候 前面传来了消息 有情况 公孙阴柔俊秀的脸庞 一抹淡淡的红色 一闪而逝 他的第一战 来了 好不容易想到阴火珠 结果找不到阴煞之地 拧不成阴珠啊 好不容易搞明白了 铜心项链怎么练制 结果呢 材料不够 好在 那根铜心项链没有弄坏 完好的交给了公孙 左末呀 是郁闷无比呀 但郁闷归郁闷 该干什么 还是得干什么呀 神识要修炼 这个没办法呀 静智是好东西 它需要消耗神识 而且呢 是永久性的消耗神识啊 对于剑绝的修炼 总没有些心智寥寥 无意套剑呢 已经炼制成型了 虽然说离完善呢 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是 他目前还是相当的满足的 无意套剑 威力不错 当初他的设想呢 也是颇为独当 但是此时却发现呢 当初自己犯了一个 极其致命的错误 这个错误让他是后悔不已呀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150回